高温来袭 室友用最后一瓶水洗头 他说你们只是失去了一瓶水 可我已经三天没有洗头了 闺蜜可可不停 冒险使用污水池里的水 却隐藏到感染去世 为了生存 我们只好前往幸存者基地 所有人都灰头土脸的 只有室友白白嫩嫩 他笑道 末世之中也要活得体面 后来他亲手给我灌了药 丢入冒险队中 说是对我进行服从性测试 最终我被一群混混欺辱致死 上一世 幸存者基地的管理员 见他气质不俗 让他加入较为轻松的物资队 又因他的一句玩笑话 转头让我加入冒险队 冒险队鱼龙混杂 我在里面过得苦不堪言 等我逃出那个失费之地时 他已经混成管理员 我跪求他将我换着物资队 他吃笑一声 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 我都看在眼里 你有何苦衷 无奈之下 我只好磨练自己 为基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等我再次请求换离时 他轻描淡写道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不能主动找我药 后来他亲手给我灌了药 丢入冒险队中 说是对我进行服从性测试 最终 我被一群混混欺辱致死 在睁眼 我回到刚入基地的那一天 各队伍的牌子 悬挂于防门之上 管理员正挨个盘问情况 根据需要将我们分配之各处 一旁的同学忽得纷纷难受 头疼 肚子疼 腿脚不便 我知道他们在装病 为的是不进入冒险队 毕竟一只专门用来 看测丧尸的队伍 其中艰险可想而知 几乎是有来无回 没有应对丧尸的能力 眼下还是保全自身最为合适 前世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 身子往边上靠 尽量降低存在感 管理员走到我面前时 看我体型娇小 一副风吹就倒的架势 摆摆手让我加入 较为轻松的物资队 室友却突然出生 等等 零秒之前可是校运动员 拿下多个奖项 试问 在座所有人 谁能比得上他 他大方又自信 整个人一一声光 好像夸的不是我 而是他自己一样 管理员眉头微皱 似是不悦 在整个基地里 除了基地长和林峰外 自己便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这还是第一次 当众失了面子 他看看室友 一条白色裙子 趁着他皎洁如月 心里闪不一丝一样 一般人都不会在自己面前吹嘘 除非是有些人动了别的心思 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眼神微冷 零秒是吧 既然你如此优秀 物资队确实委屈了你 他停顿片刻 呼得勾起嘴角 不如去冒险对吧 这怎么成 还不等我搭话 室友的眉毛拧成了个八字 管理员更加确信 他被有心之人利用了 而那个有心之人 就是我 他叹了口气 目光柔和 你就留在物资队 别的事情不用操心 更重要的是 别被人当枪使 他说这话的那一秒 我能感觉到头顶凉凉的 像是高温天气里 吹过的一层寒风 不可思议 室友装作懵懂地点了点头 只有我快速捕捉到 他眼里的一丝狡狭 0秒 我们就听管理员的安排吧 他是个好人 不会害我们的 冒险队可是个苦差事 和勇者队不同的事 进行的一切活动 决要他们在前方开路 勇者队有武器 有生命保障 而冒险队完全是用生命开路 且该对鱼龙混杂 大部分成员 是在基地中犯过事 被驱逐到这里 只有少数几个 丧尸对生活的希望 自怨赴死 刚入队伍 各路不怀好意的人 便明目张胆地 对我上下打量 末世中的一个 姿色上加的女大学生 这对这群豺狼虎豹 有着致命吸引力 为了保命 我捡起地上的石头 依然将这张漂亮脸蛋滑花 可即便如此 也没打消那些人的念头 一天傍晚 他们先开遮蔽我的草席 对我上下其手 挣扎之余 我拼命咬下临近之人的胳膊 生生从上面咬下一块肉 在他们愣神之际 赶忙从他们手里投脱 那一晚上我擒着泪 拼了命地向前跑 生怕被他们追上 等我再次出现在室友面前时 他一身昂贵的心头 显然已经混到了管理层 我跪着请求他 将我调离冒险队 他却当着众人大意凛然道 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 我都看在眼里 你有何苦衷 况且你记得基地无重大贡献 还擅自离队 我虽是管理员 却不能以公谋私 若今后都像你似的 攀亲起来找我 我帮是不帮 他的一番言论 得到大家的肯定 纷纷指责我强人所难 没骨气 称赞他轻正连结 脱油表率之风 一时间风头无限 不久后又升了值 而我被送回冒险队后 那群人见我无权无势 吃下我不自量力 为了生存下去 我不得已进行高强度训练 在第二次 他们先看我草息之时 我举起地上的石头 向面前之人的脸上砸去 一下又一下 直到他没了呼吸 我的眼里却不满红血丝 像似杀红了眼 一旁的人被震慑住 不敢轻举妄动 只直呼我为疯子 第二天 是由以杀了队员为由 想将我逐出基地 是我磕破了头 才得到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我开始越来越卖力 在一次行动中 我勘测到 前方丧尸数量众多 请求撤离 他嫌弃地看我一眼 遇到困难要想着解决 而不是逃避 难怪你这么多年 都混不出个名堂 若你能像我这般聪慧 早就飞黄腾打了 最终 他亲手将我推入丧尸群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我除了完好无损地回来外 还带回来大量物资 由于对基地贡献巨大 我再次申请撤离冒险队 谁知他却轻描淡写道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不能主动找我要 他认为我年轻气盛 不服从基地安排 命人给我灌上栏骨散 送回冒险队 对外声称 是做服从性测试 冒险队那群柴狼虎豹 早就对我怨恨颇深 将一切恶行发泄在我身上 最终 我被欺辱致死 同前是那般 室友在人群中 显得格外夺目 他衣着干净 连头发丝都打理得整整齐齐 其他人在旁边沾沾自喜 冒险队多选一人 他们之中就少选一人 于是纷纷夸在室友会掩饰珠 说有他是我一生的福气 在管理员转身之际 我顺手拿起矮桌上放置的水杯 毫不犹豫地向室友的脸上泼去 这一举动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漠视中一瓶干净的水甚是难得 大部分人均是从河里取水 水流混着泥沙 他遍布了室友的脸 顿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他大叫一声 一改往日唇良模样 林鸟 你是不是有病 似是感觉到失言 他匆匆张望一圈 发现大多数人表情没什么变化 这才放下心来 我好心好意对你 你竟如此对我 他站直了身子 擦了擦脸上并不存在的眼泪 开始细细地哭泣 颇有一副 楚楚可怜小白花的模样 看着这张脸就觉得厌烦 恨不得打他几个巴掌 我确实也这么做了 在连山他十个巴掌后 他终于装不下去了 嘶吼着要朝我扑来 管理员呵斥一声 一把拉开我 从地上小心翼翼地抱起摄友 在安慰好室友后 他灵力的目光扫向我 林鸟 赫然出手伤人 是规则如无物 本基地不欢迎你 还请快速离开 我一点也不意外 我和众人都是他俩扑微的一环 室友得意洋洋地瞪了我一眼 他长得漂亮 在学校里就是笑花 是所有男生心里的白月光 像是为了证明什么 他主动靠在管理员的怀里 委屈地哭泣 这副样子 实在不像今天才认识 原来前世 他能在基地里过得如鱼得水 不是偶然 话必 管理员立马督促几个小哥 对我进行驱赶 我略过他们向前一步 盯着管理员道 有一种草 叫做婆罗草 使用之后 会让普通人获得异能 你确定要我走 室友大叫道 什么婆罗草 你莫不是怕被赶出基地 胡说八道的吧 丧尸都能出现 婆罗草有什么好稀奇的 真没见识 室友被堵得哑口无言 只好委屈地看着管理员 这可是他的第十八号舔狗啊 他对他还是蛮有信心的 管理员一时犹豫不决 异能这件事如果是真的 会给基地带来无尽的好处 勇者队还有个位子 你去那里 他话音淡淡 内容简单粗暴 没有多余的客套 这不是管理员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向外看去 只捕捉到一抹高大的身影 转瞬即逝 一旁的管理员的脸上 立马对上笑容 他扔下室友 狗腿式的朝屋外的男人奔去 在身边人细细酥酥的八卦中得知 此人是基地长 我对基地长的记忆并不多 只知道他喜欢在手腕上绑一根红绳 能力超强 却不轻易在外露面 因此基地里的大事小事 都是由管理员负责 基地长本人似乎也不大管这些事 在基地里一直都是个神秘的存在 只是前世的我未曾见过他 他又怎会突然出现在此处 还不等我多想 一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小哥 便拉着我前往勇者队 勇者队是基地的核心 不仅享受最优等的待遇 而且有着更完善的体系 队长是一个约莫三十的年轻男子 听说末世将林前曾是警官 林峰队长 我扬起手向他打个招呼 他点头示意 由于前世有着杀丧尸的经历 在队里的日子倒也不算太难过 基地似乎对丧尸研究的极为透彻 前世的我没有经验 只能靠身上的猛进 每次解决一个必然会吃鞋苦头 可在这里 队长对我知无不言 将所有技巧统统传授 并对我进行了严格训练 只是令我意外的是 分发武器时 其他成员的武器 多是更有杀伤性的棒球棍 刀具这些 而我的手里只有一把匕首 他只有巴掌大 拿在手里却很有分量 是经过精细加工的 只是他刺穿脖子都费劲 真的能叫丧尸杀死吗 看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 队长神秘一笑 悠悠开口 这是基地长对你的赏识 可是独一分 机会不易 你可要把握好了 又是基地长 难道说 这是我重生之后的 引发的蝴蝶效应 我默默收好武器 打算寻个合适的时机 问个明白 和我这边不同的是 室友短短一个月 便成为了物资队的队长 闲暇时听到队友讲起 室友刚入物资队并不顺利 他声称自己聪慧 更适合做一些脑力活动 不愿跟着队伍到处奔波 原物资队队长也是很性子 见不惯他这种自是清高的样子 将苦活累活都丢给他 做不完就不给饭吃 室友没法 遭了好戏罪 只是不知怎的 前几天他突然控告原队长以公谋私 还真找到了证据 管理员当即被撤了职务 将他赶去冒险队 然后改选室友 维新物资队队长 这踩着他人上位的法子 倒是似曾相识 我不免同情起那个原队长来 遇到他 还真是够倒霉的 室友逐渐在基地里如鱼得水起来 甚至还多了些小跟单 每次从基地里走过 乌泱泱的一群人 像似古代出行的娘娘 林妙 明天物资队要去一个较远的地方 为了安全考虑 我希望你可以一同前去 见我不硬 他又急又脑的脸上 声音地勾勒出一抹笑容来 当然了 我代表物资队会多给你一些报酬 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勇者队那么多人 却偏偏来找我 一旁的队友像是察觉了什么 正要开口 我快速地给他商案物造一个眼神 好啊 这无疑是一场鸿门宴 可巧的是 我想要的东西也在此处 我瞧着他远去的背影 看来是准备得相当妥贴了 不出我所料 当天舍友便寻着各种理由 将我带离队伍 行着一条小路时 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林妙 冒险队那边昨日传来新的消息 前方有一村落 物资丰富 你先前去查探情况 我去将大家召集过来 他似是很不耐烦 不等我答应 便投也不回地离去 我淡淡扫过他包上的红色物资 嗯 新鲜的 前世 我跟随冒险队 勘测到这个地方 这里的确物资丰富 作为丧尸爆发后 最先受到波及的地方 根本来不及组织人群将物资转移 因此每户人家里都有不少的存粮 只是 村里的原住民 大部分被丧尸咬伤 成为了新的丧尸 整日在村中游走 基地看中这处的资源 使用了好些办法 都没能使这群丧尸离去 机缘巧合下 我意外得到了一猪草 起名为婆罗草 异能什么的 不存在的 这猪草只会使丧尸迷失方向 只要携带这猪草 就可以在丧尸中随意行走 我使用这猪草 搬运了村落里的大片物资 可遗憾的是 这猪草枯萎后 将会立即失去作用 事不宜迟 我沿着记忆里的那条小路往前走 两旁的大树枝反叶茂 遮盖住大量阳光 耳畔依稀传来断断续续的咀嚼声 一向保持警惕的我 将脚步放慢 生怕惊扰了他们 只是今日实在运气不佳 前方传来动静 随着一阵哒哒哒声 两名丧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的衣裳破烂不堪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散发着浓烈心臭味 像是嗅到人类的味道 猛地向我扑来 我快速摸出背包里的那把匕首 肘准时机从丧尸胳膊下穿过 绕着其身后 将匕首深深插入他的脖梗 一气呵成 只是还不等我拔出 另一只丧尸已然抓住我的双臂 他的脸上血肉胶织 眼神空洞 张着血喷大口对我袭来 或许是逆境中容易激发起人的潜力 我不知哪里来的力量 狠狠踢向了他的下半身 砰 这行为显然激怒了他 高举着我将我摔至树丛中 我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起身便想逃跑 可眼前的一幕令我趋之一阵 我的身后 正是一群密密麻麻的黑影 我甚至可以从他们空洞的眼神中 看到一丝喜悦 这下真是无路可逃了 惊悚充斥着我整个大脑 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难道今日便要交代于此了吗 不 我不同意 我握紧拳头 打算孤注一掷 即便在最后一刻 我也要劈一把 上来 这道清冷的声音 似乎在此时显得格格不入 我循着声音往上看 不知何时树上静坐里一个人影 不再多想 在丧尸扑过来的那一瞬 我马里的爬上树 眼间树下越来越多丧尸急剧 发出恐怖的嘶哑声 我面露紧张 丧尸不会爬树吧 我在 他们就不会 装哥 什么时候了还装 我满头黑线 刚想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 抬一眼便看到一张俊脸 一身黑衣 手外上的红绳却格外醒目 等等 这红绳怎么这么眼熟 呼得像是想起了什么 鸡 鸡地掌 嗯 他轻轻回应 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一阵沉默片刻 还是我率先开口 这次多谢您了 等回鸡地后 我一定 不必 似是思考了一番 他冷不丁开口 投了草 之后我会交于你 我恶然 脸色变得煞白 欢迎有些喘不过气 他到底是什么人 出现在这里 真的是巧合吗 在目前还不知是敌室友的情况下 我压低声音 极力控制住脸上的惊讶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对你没有恶意 他似是看出我心思 淡淡说道 随后从口袋里 拿出一包白色粉末 均匀撒在下面 大约一小时后 下面的丧尸群逐渐退去 本是一片平坦的土地 现在已是坑坑洼洼 这基地长果然有些本事 还不等我开口问个明白 他便白白手下了逐颗令 现在安全了 你可以回去了 多谢 我不再扭捏 明白他并不想多言 便麻利从树上跃下 观望着一路上的足迹 果然如我所料 物资队并没有前来 到达基地门口时 天已大黑 和基地内部却火光闪耀 依稀听到是有哭诉的声音 原以为我与林淼兵是前嫌 谁知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嘴上答应我保护物资队 实际上对我怨恨已久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拿整个物资队撒气啊 今日他不听我指挥 是物资队的安全于不顾 擅自离队 我跑去调解 谁知他竟公然对我下手 等到我回到队伍时 只看到丧尸在啃食同伴的血肉 我与其他几位队员赶忙跑回来 他身位俱下 他众人不信 又将胳膊上的义务撩起 露出那深深红狠 此事也有我的错 我愿意领发 若不是我和林淼产生矛盾 物资队怎会牺牲这么多人 众人文言纷纷为他鸣起不平来 一个壮汉摩拳擦掌 脸颊通红 似是被气得不轻 我瞧着林淼就不是安分的 等他回来 有他好受的 旁边的老太双手合十 脸上还残留着泪水 颤颤微微道 阿弥陀佛 诸以示之人安好 大奸大恶之人 自有佛祖处罚他 这种人怎能待在基地 要我看 立即将他逐出基地才对 放他走便宜他了 不杀他的千刀万剐 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兄弟 越吵越热闹 无人在意 室友的脸上勾出一某笑意 看来倒是小乔的室友 我心下冷笑 今日我回来与不回来 都无关紧要 甚至还会背负着残害同伴之名 而室友则名利双收 美美升职 不愧是他惯用的伎俩 只是没想到 为了升职 他真能将同伴送入丧尸口中 以此来栽赃我 平复好心情后 我缓缓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护在身后 你还有脸回来 震聋发聩的声音 惊醒了一旁的室友 他马上反应过来 指着我哭诉道 林渺 你若对我有何不满 大可对着我来 为什么要弃整个物资队于不顾 你这话我听不明白 反倒要问问你 为何我等了一天 却迟迟不见物资队足迹呢 事到临头你还在狡辩 人呢 快将他逐出基地 管理员迫不及待地开口 生怕我多言 想将这罪名牢牢挂在我头上 看来也是个知情的 周围热闹起来杀了他 杀了他 为死去的同伴报仇 室友也不装了 眼里闪过一丝恶毒 他好像势在必得 我心一沉 正要发话 既是发生如此大事 便听他一眼 一道黑影与我擦肩而过 带着一小阵微风 带反应过来时 人已然坐在正前方的椅子上 基地长 管理员大惊失色 以往基地长从不参与这种事 一向由他拿定主意 今日去 想到室友的事 他不禁用衣袖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珠 基地长这是在帮我 我明白了他的用意 向基地长投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便转头对上室友 我请问你几个问题 我是因什么原因 跟随物资队的 自然是你想与我兵士前险 自愿加入 不对 是你代表物资队 请求我过去保护 话音刚落 同伴立即举手 这个我可以证明 当天我也在场 我笑意因你的妄向室友 若我有意要为难你 为何不直接拒绝呢 看的是有手足无措的样子 我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我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物资队 又转头去了哪里呢 你 你嫌弃搜寻物资过于劳累 与我产生争执 中间伤害了我 我返回队伍后 并不知道你去了 我摇了摇头 不对 是你心平气和的 带我离开队伍 我们中间并没有发生争执 这个 我可以作证 当时我去小姐 他们确实没有吵架 物资队里 一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缓缓伸出了手 至于原因吗 是你 评骗我冒险队 先找到个物资充沛的地方 要我先去探路 你回去将物资队带来 第三个问题 冒险队已然开过路 物资队又是如何遇到丧尸的 今日运气不好 是有神色慌乱起来 眼神四处躲闪 丧尸以群泪出狙 若不是引诱 很难离开剧处 至于原因 我冷笑一声 赫然踢向他的胳膊肘 他吃痛一声 手中的小包落地 露出一把小刀来 他惊慌失措地蹲下去剪 想将小刀藏起来 是你自己将手臂割破 放血在队伍周边 引来丧尸 又借此用这个来陷害我 在场的人面面相去 愣是没料到是这个原因 回过神来 纷纷指责起事有来 以为是个小白花 没想到是个毒妇 以往就是那番 处处可怜可怜的样子 心思竟这么恶毒 亏我之前还说过他好话 没想小楚竞输我自己 你说 之前原物资队队长但是 是不是也是他暗中陷害 我猜也是 原队长多好啊 多负责 肯定是被冤枉的 听着众人议论纷纷 室友逐渐崩溃 他看着他这么些日子的经营 终将功亏一篑 他瞪大了眼睛 歇斯底里道 就算是这样 可你不也早早知道我的计划 若你早来营救 何故使这么些人丧命 他们的死云也逃不了干系 你休想将自己指摘得干干净净 周围突然鸦雀无声起来 似是细细地思考起他这番话 那一刻 我也在杀丧尸 我静静说完 室友的脸上 顿时露出鄙夷之色 怎么 恰巧两边都出现了丧尸 恰巧你自顾不暇 天底下哪有这要巧的事 我能证明 众人寻着声音忘取 赫然发现 是一直未开口的基地长 这事情总要做不了结 我深深看了他片刻 平复好心情 慢慢开口 我一人 斗不了那么多丧尸 若我去了 也会立刻逃跑 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惜命 不能因为我有杀死丧尸的能力 我就必须舍弃生命 为别人牺牲 这番道德绑架 在我这行不通 室友最终被扔出基地 哭着喊着管理员帮他 管理员生怕波及到自己 一边斥责他别乱攀关系 一边捂着他的嘴 怕他又乱说出些什么来 他挣扎之余 狠狠咬住管理员的手 陈志健 怎么 嫌我丢人了 你当初摇着尾巴 求我做你女朋友的是忘了 这就想摆脱我 你做梦 实心感叹好管理员 眼见着女人 要抖落自己以前干的蠢事 他只觉得颜面无光 气得直嚷嚷 都干什么吃的 赶紧把他丢出去 据说场面十分混乱 那些因他死亡的人的亲属 纷纷找到他 硬生生受了好一顿折磨 室友死的前一天 我去见了他 问了心底的疑惑 为什么 呵 都是你们欠我的 明明是三个人的友谊 却偏偏把我排除在外 我倒要问 为什么 闺蜜当时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吗 仅是一瓶可以用来救命的洗发水 室友呼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他是闺蜜 念着念着 便抱头哭了起来 你撒谎 你会和他一起买同款衣服 给他买奶茶 这些我都不曾拥有过 原来是这样 闺蜜和我喜欢宽松的衣服 于是 当我穿了一件版型很不错的短袖时 他找我邀了链接 我们不是没考虑过室友的感受 只是他更喜欢活泼大胆的风格 这类简约的款式 根本不存在于他的衣柜中 至于奶茶 是闺蜜自学画画 给我画了一副头像 我为了感激他 所以买了奶茶 听闺蜜说 室友也有 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竟是因为这些小事 我自嘲的笑笑 若是一开始 能够敏锐发现室友的情绪 这一切会不会就不会发生 我最终给了他一个痛快 他这般要强的性子 那肯受那些折磨 物资队那边 管理员亲自从冒险队 将原队长请出来 赔礼道歉 想恢复他队长的职位 只是那队长出来时 似乎精神受了刺激 抓着管理员一顿暴打 众人花了好长时间 才将他们分开 管理员被打得鼻青脸肿 又顾及到自己在基地里的威望 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 基地长 这下可以告诉我你的安排吗 在那晚之后 基地长将我调离勇者队 让我跟在他的身旁学习 只是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 要么坐在房里凝神一整天 要么爬上树看丧尸群一整天 这么些天下来 除了适应了他的习性 竟是什么都没学到 而且这么热的天 他穿长袖长裤 在一群T恤短裤里 显得格格不入 也不怕捂出肺子 我上下打量着这个板正的男人 试图解答心里的疑惑 在丧尸爆发之前 这里曾是实验基地 他缓缓开口 眼里透着无限的悲伤 主要是研究什么的 变异人 虽然之前隐隐猜到过 但真正得知的 我还是大为震惊 这里是一切不幸的开端 基地长沉思片刻 像是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往事 良久才娓娓到来 他说 博士迫切想研究出高级人类 抓了大量的人进行实验 不幸的是 实验失败 博士当场被他研究出的不明生物咬死 这些生物很快清洗了整个基地 然后向外散去 博士为了弥补他的过错 托我将此处设立成幸存者基地 庇护那些可怜的人们 所以说 那些白色粉末 是博士研究出来压制丧尸的 基地长轻轻点头 算是默认 这场实验倒也不是完全失败 001号是唯一一个成功品 只是他的能量极为不稳定 本体逐渐丧尸化 最终在一天傍晚 彻底异化 成了丧尸王 所到之处 无意活口 人类无法抵御他 最终走向灭亡 这个001号现在在何处 我试探的开口 敏锐捕捉到他眼里的慌乱 他被我关在实验室里 你想让我帮你 我们都是一类人 不是吗 他静静看着我 似是在等我的回答 我一瞬间就明白了 他的言外之意 都是重生者 前世我并不知道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但未雨重谋 我必须重视这件事 若不解决掉001号 那我的结局也是死路一条 我不允许任何一件 影响到我生存的事情 我答应你 基地长将我的匕首收走 说要浸视在一种 独特的药水里 他告诉我 001号必须要在 刚刚沦为丧尸时击杀 这时他的力量最为薄弱 同其他丧尸不同的是 他的弱点不在于头部 而在于咽喉 这就要求击杀者 有着很高的晋身经验 并且熟悉对方的习性 此时需要保密 基地长主动提出 陪我练习 他捡了一只木棍 将其削尖后递给我 你原先那只是 由特殊材料制成 兼顾耐用 仅有一份 眼下只好委屈你 拿这只手了 我双手接过 感叹起做工的精良 不自觉地夸赞 他的手艺高超 是个天生的木匠 他好像不太自然 板着的脸上 看着柔和了不少 耳朵也泛着 似有似无的红韵 基地长 你之前说好 要给我的那株草 我嘴角微勾 眨着眼睛看着它 其实心里明白 这株草怕是 再也看不到了 供握着 已制成了药水 基地长的脸上 闪过甘大之色 我给你升职 作为补偿如何 丧尸王击杀后 普通丧尸还存在 这基地也会存在 陀螺草被制成药水 抹在匕首上 四手五入都是我的 这买卖划算 我爽快回个好字 心里却想着 到时候有着基地长撑腰 日子再也不会苦哈哈的 基地里难得安静下来 管理员近期安分手挤 生怕落得和室友一样的下场 只是物资队队长 并不想放过他 时不时的找他麻烦 二人吵得不可开交 算算日子 击杀001号的日子 就在今天晚上了 可自那次训练后 基地长却说 001号恐有变动 选择待在实验室里闭关 基地上下 目前有我带行打理 我安排好基地事务后 转身敲响了实验室的门 不同于前两天的口头回应 这次屋内并无动静 安静的可以听到 窗外风吹落叶的沙沙声 我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快速踹开了实验室的门 屋里静悄悄的 空无一人 只有桌上孤零零的 躺着一方形墓盒 确认安全后 我走上前去 墓盒里面赫然放着一把匕首 和一封基地长的亲笔信 信中寥寥几笔 林鸟 很抱歉 我无法和你一同行动 我是个懦夫 但你不是 我相信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用我教你的办法 这是个危险的任务 但请你不要害怕 我一直会在黑暗中注视你 鼓励你 也会在关键时候帮助你 人类 终会迎来曙光与未来 信的下半夜 详细地记住了001号的所在地 甚至还有各种注意事项 若说以前 我会生气他这番的不辞而别 必要找上前去 询问个是非对错一番 可这纸张微咒 像是经过再三思量后 不得已写下 他这信字 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事比一迟 我将武器揣在身上 拿着信件 便前往001号所在的地下室 地下室并不算太难找 打开大门 便散发出一阵 像是古代的监狱 三面封闭 只有一面隔着铁柱 方便查看里面的状况 里面关着一个全身溃烂的人 也许是故于痛苦 他正用手不断抓到身上的皮肤 面部早已血肉模糊 根本无法看清他之前的原貌 我心下大惊 001号竟一遍变到如此地步 作为这场实验中 唯一的成功案例 拥有着新人类的绝对优势 却因身体接收不了 而逐渐丧尸化 成为了无可打败的丧尸王 这究竟是实验的成功 还是彻底的失败 我不禁悲悯地看向他 只觉得这身影如此熟悉 似是察觉到我的到来 001号艰难地起身 挣扎地向我靠近 他的手上长了铁链 我想应该是基地长故意为之 防止他逃跑 只见他颤颤巍巍地走来 手臂逐渐穿过铁柱 向着我的方向袭来 嘴里乌乌叶叶 这是声带受损的结果 可他并没有对我做出什么危险性举动 只用那嵌在肉团里的眼睛 静静看着我 我知道 目前的他还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身上的痛苦 感受到身体逐渐地丧尸化 他在向我求助 他想要一个痛快 他的眼里充满了痛苦与悲伤 近距离看着他 一切倒显得尤为清晰 那身破烂的黑衣 手腕上熟悉的内蒙红 这一刻 我好像明白了 意外带着上一世记忆的重生 冒险队里只属于我的特殊武器 丧尸群里特意被救下的我 以及被告知的变异人实验 他歪着头 似是听懂了我的话 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我静静地待在他一旁 等待着他的完全一变 短短两小时 我却感觉过了半个世纪 整个地下室里充斥着他的声音 他不停撕叫着 何往以此来减轻痛苦 前妻只是挠破皮肤 后妻竟撕咬着自己的血肉 他变得越来越狂躁 近了 我走至他的身前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只是如何才能分辨出 他是否完全一变 我不禁犯了难 正当我焦急无措时 便看到他正在拽着 手腕上的那根红绳 我一直会在黑暗中注视你 鼓励你 也会在关键时候帮助你 原来是这样 我的眼眶微微泛红 原来连这一点他都想好了 随着红绳落地 我将匕首深深插入了他的咽喉中 一切都结束了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解脱 然后重重地的倒在地上 我停留了片刻 梁九 蹲下身拾起了那根红绳 深深聚了一躬 快速离开了此地 从地下室出来 我意外地看到了勇者队队长 似乎在等我 看我出来 他赶忙询问 他已经后面的话 他不说我也明白 我沉默良久 朝他的方向重重点了头 我还有些事想问你 我抬头看着他 直直的目光扫过 充满了探究 只见勇者队队长沉思片刻 最终还是开了口 他说了好些话 原来基地长的真实身份 是博士的儿子 当初博士一心想制作变异人 基地长强烈反对无果 为了偿还父亲的罪孽 他选择将药剂注射于自己身上 比起其他实验体 他算是幸运的那一个 在其他实验体已经成为丧尸后 他还能有着自我意识 只是最终也没逃过丧尸化的命运 他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是为了遮盖住身上的抓痕吧 不错 勿资队长叹一声 他看上去虽和常人无异 其实每日都会受着这些折磨 我与他相望一眼 陷入长久的沉默中 那次交谈后 我成为了新一任的基地长 他果然没有食言 给了我最高的地位 基地内的成员各司其职 我有一番欣欣向荣之色 只是闲暇时 我总喜欢望着盒子里的红绳 转过身去 看那高声的太阳 这末世 还有多久才会结束呢 我做了好长好长一梦 梦醒时 我看到闺蜜正拿着画作 林鸟 你看像不像你 我画了好久才这么传神的 这下 你可要多多感谢我 随着咔嚓一声 是有推门进来 小心翼翼的向我们这边撇了一眼 他的脸上有些羡慕 也有些失望 看到我们向他投来目光时 紧张地转过头 忙忙碌碌地玩手机 可那手机屏幕 分明还是黑色的 我和闺蜜眼神交流了一番 互相点了点头 我拿起闺蜜的平板 像是有招手 阿妖快过来 云云画了我们三个的画像 你看 把你画得多漂亮啊 去妖的身体颤了一下 脸上顿时流出笑意 我这就来 不过片刻 我们三个用电容笔 分别在自己的头像 下面签了名 并马溜地画了自己的社交头像 对了 我从衣柜里取出一件衣服来 云云之前说过 喜欢这件白屁 那我要了链接 我也给你买了件 我们三个呀 要整整齐齐的 楚双云顿时不乐意了 零秒 不许和我抢 我也给阿妖买了一件 他拿出一件一模一样的白屁 阿妖 你穿我这件 穿我这件 不行 穿我这件 去妖将两件都收起来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可眼里却是湿漉漉的 谢谢你们 135我穿零秒的 246穿云运的 那星期日呢 你穿谁的 当然是穿我的咯 明明是穿我的 好啦 不要吵了 星期日我们去吃火锅 我请客 屈遥喝了很多酒 他似乎有些醉了 明明呼呼地问 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吗 我将屈遥和楚双云的手 一把拉过 他看出了我的想法 乖巧地将手放在我的掌心 我零秒 我 屈遥 还有我 楚双云 我们三个会是最好的朋友 一个都不能少 依照梦里的记忆 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电话 喂 是有关部门吗 我要举报第二天热搜报了 知名博士进行人体实验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目前 二十余人已经转至医院进行治疗 让我们期待他们早日平安出院 我转手点了个赞 机长 这一事 你一定会活得好好的